韩国瑜的最美助选员李明璇 裸色礼服跳学猫叫 这场世界婚礼也邀来高雄市长韩国瑜 如今最美助选员 明年就要帮老爸助选 因为李明璇的父亲李玉文 宣布角逐凤山区立委 李玉文脸书PO出跟女儿同框 装可爱 他其实是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 在立身更二十多年是资深党员 但要挑战的凤山区立委 却是一级战区 因为除了要对上 新任民进党立委许志杰 还要先跟党内的陈寅明立委 市议员李亚敬等六人争 党内初选参选爆炸 大家发现中央一直在卡我们韩市长 所以希望说在明年2020的选举 有机会到中央去 整个高雄市因为2016的 整个大环境的氛围的影响 大概都是在六成四成的选票 不过像我们这一区 基本的选民结构 其实就我个人来看 应该可以拉到五五坡 高雄市议员蔡金燕也宣布 参选明年千金 林亚古山严陈立委 强劲对手是绿营赵天林 而这个大选区 国民党内也有七人竞争 韩市长在这次能够当选 其中一个很主要因素 就所谓的接地气 那我相信我自己这个接地气的能力 不会比赵天林委员差 明年立委高雄有八个选区 但从2016年之后 高市立委一片绿油油 但寒流席卷全台 蓝营气势如日中天 也喊出寒流助攻要八闲过海 像左南区有黄昭顺张显耀 对战绿营刘世芳 前阵小港陈丽娜 对上绿营赖瑞龙 只不过蓝营目前太多人证 摩拳擦掌 想挑这一战 还得先经过一番厮杀 记者吴国珍高雄报道